从古至今我们都相信爱情的存在 它总是在不经意间撂动人们的心弦 12岁的奥斯卡天生聪颖而孤独 在学校里不但没有朋友 反而时常受到同学科尼等人的欺负 深冬的瑞典小镇人员稀少 无人可倾听奥斯卡的满腹委屈 就在这一时 隔壁搬来了一位美丽可爱的小女孩艾莉 艾莉看起来轻瘦柔弱 却是个吸血鬼 同艾莉一起来到小镇的 还有她的老父亲 艾莉无法在阳光下生存 于是父亲常常外出杀人取血 以此养育艾莉 当第一具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小镇的安宁就此打破了 天正的奥斯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只是为身边突然多了一个小伙伴 而暗自开心 奥斯卡将自己的魔方送给艾莉玩耍 叫她摩斯密码 还有一些专属于小孩子的奇怪符号 简单而纯粹的情绪 在两人之间慢慢荡漾开来 艾莉知晓 奥斯卡在学校受欺凌的遭遇之后 坚定地告诉奥斯卡要学获回击 奥斯卡望着艾莉明亮有神的大眼睛 仿佛心中忽然就拥有了力量 奥斯卡逐渐喜欢上了艾莉 放学之后为艾莉买来了小饼干 身为吸血鬼的艾莉 深知自己不能食用人类的食物 但为了使奥斯卡开心 宁愿忍受反胃呕吐的后果 奥斯卡慌忙地安抚艾莉 将她轻轻抱在了怀里 艾莉安静地回报着奥斯卡 小生暗示自己并不是个小女孩 奥斯卡出于懵懂的爱 只是真诚地回应着说我喜欢你 随着艾莉父亲杀死的人越来越多 警方已经对这些案件给予了高度重视 为了保护艾莉 父亲向警方自首 并用硫酸毁掉了面目 临死之前 父亲招来艾莉 艾莉冷漠地吸光了父亲的血 尸体重重地坠下了高楼 艾莉变得孤身一人 不知该去想何方 迷茫的艾莉翻进了奥斯卡的房间 退去衣物后 钻进了奥斯卡温暖的被窝里 艾莉用很轻很轻的语气 告诉奥斯卡 自己不是一个小女孩 奥斯卡背对着艾莉 告诉她自己并不在乎这些 两个小孩子就这样相拥而眠 孩童的感情总是这样 直接而温馨 但是该面对的始终会来 奥斯卡终于发现了 艾莉吸血鬼的真实身份 一边为之深深心痛的同时 奥斯卡也瞬间变得恍然无措了 失去父亲的艾莉 只能自己觅食 她咬上了邻居基尼尔 基尼尔受到了感染 也变得是血怕日光 她不堪痛苦与折磨 在爱人的帮助下选择了自杀 基尼尔过世后 她的爱人恨透了艾莉 拿着武器冲进艾莉的房间来寻仇 艾莉安静地躺在干净的浴缸里 一旁的奥斯卡大笑一声 艾莉瞬间醒过来 打死了这个复仇者 男小的奥斯卡 还是无法面对这样血腥的画面 轻轻眼上了门 艾莉吸完了血后 紧紧地抱住了奥斯卡 至此 两人已经成为了彼此的依靠 艾莉小心翼翼地踮起脚 慢慢吻上了奥斯卡的唇 艾莉不能在小镇上待下去了 她要离开小镇 离开奥斯卡 奥斯卡被柯尼等人拼得泳池 柯尼找来了帮手教训她 在危急关头 艾莉突然现身杀死了柯尼等人 保护了奥斯卡 艾莉始终是无法放下奥斯卡的 她不愿就这么离开 而奥斯卡也和艾莉心心相惜 于是两个孩子决定相伴远走 在操杂的火车上 奥斯卡坐在靠窗的座位上 晚风温柔地覆过她的金发 艾莉躲在奥斯卡的小皮箱中 跟随奥斯卡一起闯荡天涯